有句很经典的名言叫做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这句话用来形容娱乐圈中的夫妻是很适合的 因为娱乐圈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能够经营好婚姻和家庭对艺人来说十分重要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综艺天王吴宗宪背后的女人张薇薇 上个世纪台湾综艺活得一发不可收拾 搞笑主持人吴宗宪更是一炮而红 成为了知名主持人 人红是非多是永恒的定律 但如果本身也有很多黑料的话 那绯闻就要满天飞了 二十几年前的一档娱乐节目《综艺旗舰》 播放了一对新人当众预演婚礼的片段 新郎是综艺天王吴宗宪 新娘则是最美小招的扮演者陈孝萱 观众对于这段看起来十分般配的感情 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 节目中陈孝萱身穿托尾长婚纱 戴着眼罩被助理主持人带进棚内 摄影棚里坐满了观众 目测在百人左右 字幕以白雪公主称呼陈孝萱 与之对应的是白满王子吴宗宪 当时的陈孝萱才30岁 正是性感又充满女人味的颜值巅峰 而吴宗宪38岁 刚刚凭借和大选S搭档的 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 红遍两岸 飞声综艺天王 每周一到周六都有主持的综艺节目 且每一档都是收视冠军 两人消失于1995年 也是在综艺节目里 那时陈孝萱试验了马景涛版 倚天屠龙记里的小招 刚刚走红 而吴宗宪沉沉溺于陈孝萱的美色 对其一见钟情 展开热烈的追求 整整四年 他为陈孝萱的演艺事业铺路 带着陈孝萱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 出双入队 陈孝萱出道时 签了一份长达15年的 不平等经济约 他就利用自己的人脉 摆平了这件事 1999年 吴宗宪为陈孝萱支付了 位于台北信义区 150平高档住宅的首付款 陈孝萱终于没开眼笑 答应了吴宗宪的追求 一年后 陈孝萱想结婚 吴宗宪为了安抚他 上演了电视婚礼的片段 当晚的电视节目 引发收视狂潮 屏幕大端的一个女人 在帮孩子辅导作业的间隙 也不幸看到了这个片段 她就是张薇薇 也是吴宗宪明媒正渠的老婆 电视上众目睽睽之下 吴宗宪直接亲吻了陈孝萱 电视机前的张薇薇傻眼了 身边的女儿问她 妈妈呢是爸爸吗 她反应过来 啪的关掉了电视 并表示爸爸在工作 她的情绪非常复杂 尴尬甚至掩盖住了难过 那天晚上她彻夜难眠 关于陈孝萱的事情 她一直有所耳闻 两年前 黄安对媒体爆料 吴宗宪有妻有儿 吴宗宪坚决不承认 但其实张薇薇就是她的妻子 已经为她生下四个孩子 只是没有领证也没有公开 当年张薇薇在台北开薇薇发廊 圈内很多大哥都喜欢光顾 吴宗宪在其中 只能算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她见张薇薇漂亮单纯 就开始追求对方 趁张薇薇年轻不懂事 提出了不平等协议 为了她事业发展考虑 只白酒不登记 孩子都跟张薇薇信 结婚后的十年时光 四个孩子 张薇薇一直又当爹又当妈 怀孕生子哺乳育儿 每一天都艰难无比 每一天都盼望着丈夫回来 谁知 盼来的竟是丈夫 在节目中公然出轨的消息 她思前想后 第二天一大早 她挑选了一套 自认为最得体的衣服 跑到报社 局促不安地告知媒体 她的身份和来意 直言 我是吴宗宪的合法太太 但我不想伤害她 毕竟父亲节当天 她又回家吃晚饭 我只希望全家团圆 给我和孩子一个交代 为什么她会有勇气 爆出真相呢 明明已经忍耐多年 为什么不再忍耐下去呢 因为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 上学步入社会 是早晚的事 然而吴宗宪 一直否认自己 并未成亲 使她的孩子 成了见不得光的私生子 这样她无法忍受 可能温柔是她的本性 忍让是她的习惯 她在爆料的时候 还希望媒体在吴宗宪演唱会 结束后再报道 不想耽误吴宗宪的工作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 在背后生儿育女 孝顺父母 仍然不被善待 不被忠诚 面对张薇薇的爆料 一开始吴宗宪并不承认 但是随着邻居和各路 好心人站出来 为他们母女说话作证 她不得不公开承认 张薇薇是她孩子们的母亲 可她强调 她和张薇薇只是摆过久 没有领证 所以她不算婚内出轨 扎得明目张胆 毫无底线 吴宗宪在外 一直是单身人设 张薇薇如此卑微 对吴宗宪的出轨 又毫无办法 任人宰割 全无还手之力 所以吴宗宪 从没担心她的感受 反而是忙着灭另一头的火 因为张薇薇的爆料一出 最无法接受的人是陈孝萱 陈孝萱没想到 这个苦苦追求自己五年的痴情男人 竟然已经有了老婆 还生了四个孩子 在电视上 闭着眼一脸幸福的自己 瞬间成了笑话 于是她选择自爆 表示还有一个叫Candy 年仅17岁的女生 打电话给她 声称也和吴宗宪交往中 她有可能不是小三 是小四 之后 骄傲的她二话不说 单方面宣布 和吴宗宪的关系 到此结束 并转头就投入了 另一个追求者的怀抱 在多角链曝光后 吴宗宪对张薇薇的补偿 是正式领证 还买了一套价值 1.4亿新台币的豪宅 登记在太太名下 归后 张薇薇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 除了四名子女外 她将生活重心 寄情于绘画 平时待在时评大的画室 时间比主卧房还多 画室有一大片落地窗 屋外种了一百多种花 她爱画花 一代就是一整天 因为父亲是美术老师的缘故 所以她从小耳濡目染 主攻游画 一开始为兴趣而画 父亲年纪大后 她开始收集画作 开画展 帮父亲圆梦 对于张薇薇多年来的低调 吴宗宪虽然 并非公开回应过 但是她对张薇薇 也是非常关心的 2005年 她就曾赤巨资 帮张薇薇开了一家健身中心 2009年5月 还送了一辆 价值300万元新台币的豪车 给张薇薇做 47岁的生日礼物 多年后 张薇薇被查出患上肿瘤 这一度让她崩溃 吴宗宪也说 这个病让她很难过 或不单行 2011年 吴宗宪投资的LED生意 已落千账 负债累累 可张薇薇并没有因为 吴宗宪的落魄而抛弃账户 她卖掉了曾经吴宗宪送给她的豪宅 帮助吴宗宪还债 也许是她的做法感动了吴宗宪 也许是她患病 让吴宗宪心疼 在这一段时间里 她和吴宗宪两人的夫妻感情回升 那是他们很少见的铜框出现 而且有了满满的幸福感 吴宗宪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她重获舞台 凭着自己的一身才气和斗笑天赋 再次回到了她主持人的巅峰 还曾喊话陈孝宣来参加节目 试图与对方破冰 但陈孝宣在分手后 再也没有给过吴宗宪一个眼神 重返综艺圈的吴宗宪 在凭借豪口才东山再起后 身边的绯闻依旧不断 2013年有媒体拍到了张薇薇被抱着送往医院急救 原因是被吴宗宪心欢气到服药过量 实在是替她感到不值 像吴宗宪这样的男人 估计只有和她夫妻多年的张薇薇 才会不离不弃 当然吴宗宪也只把张薇薇当作了妻子 在外面也没有与其他人生下孩子 稳定了张薇薇的地位 母爱是伟大的 张薇薇可以自己忍受痛苦 但却不舍得孩子们受半分委屈 四个孩子是她最强大的支柱 也是她苦苦守着这段婚姻的原因 与吴宗宪临正后 她更是注重对孩子的培养 大女儿和二女儿先后考进了美国华盛顿大学 再女儿考上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就连最不成器的儿子也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 四个孩子都有了很好的学历 为了这四个孩子的未来 她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大女儿吴珊如被父亲带进娱乐圈发展 五年捧回三座金钟奖 主持能力一流 二女儿吴泽涵嫁给了背景强大的青年才俊蒋丰卫 三女儿一直没被媒体拍到过正脸 儿子吴瑞轩毕业后也准备进入娱乐圈发展 吴宗宪对此也是双手双脚赞成 下血本力捧 将儿子签在自己公司上自己的节目 不过前段时间 吴瑞轩在发表新专辑前夕被抓到西石为敬品 吴宗宪把儿子骂了个狗血淋头 吴宗宪一生风流 老了却谈起了对妻子的愧疚 张薇薇是一个卑微的妻子 但她也是一位负责的母亲 她的儿女都算得上是优秀 与吴宗宪结婚 谁能笑到最后谁就是赢家 但这一路上的新村 压力以及嘲讽 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而这些张薇薇都承受住了 所以她成功守护住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祝愿她今后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